应该欣赏奥迪A8L后期创始人版 这个车型就是在A8中期改款系列的车型上 新增加的一款特殊家常的超豪华轿车 市场上跟它类似的产品当然就是拜巴赫的SD 而且这两款车它们有着非常相似的绅士 那我想将来A8L后期创始人版 是不是可以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奥迪霍西品牌呢 这完全有可能了 因为这个理由其实更充分 奥迪和霍西都是霍西这个人 因为它就是这两个品牌的创立者 而这两个品牌的名字其实都是它的名字 它创立的第一个品牌当然就是霍西 创立了之后就像戴姆勒集团之前 像戴姆勒和麦巴赫一样 他们都离开了他们自己当初创立的公司 霍西也离开了他自己创立的公司 这种情况在汽车工业发展的早期是挺常见的 创始人最终离开自己创办的汽车公司 再创立一个汽车公司 这种事情发生在戴姆勒身上 发生在霍西身上 也发生在福特身上 很多这些伟大的汽车工业的创业者 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当霍西离开霍西公司 再去创立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他遇到一问题就是 他的汽车品牌就不能再用霍西这名字了 因为已经被他之前创立的一个公司 注册了上标了 对于后期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必须要解决 既然公司是我创办的 这公司的名字和汽车的名字 一定和我的名字要有关系 那这事就太难了 怎么办呢 为此召开了一个挺重要的会议 那这个会议呢 是他和他自己的两个合作伙伴 是非肯彻尔兄弟 他们就聚到了这个 其中这个弗朗兹 非肯彻尔他们家 在开这个会 在客厅里呢 三个人在这开会的时候呢 弗朗兹他的儿子 学习拉丁语 他们讨论的非常的热烈的时候呢 那时候这个孩子终于蹦不住了 就插话了 公司的名字 或者这车的名字叫奥迪 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主意 为什么要叫奥迪呢 因为这个奥迪啊 它来自于拉丁语 它的意思和德文的hosh 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hosh这个字呢 如果你要把它翻成英文 你就知道 它来自于tear 就是听 而奥迪呢 它是拉丁语的听的意思 那我用拉丁语来代替德语 那这样它的拼写完全不一样 它发音也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不够上侵权了 可是它里边的含义 又跟hosh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 马上他们就采用了这个名称 于是乎呢 奥迪品牌就诞生了 也就是说 hosh本人 它既是hosh品牌的创立者 又是奥迪品牌的创立者 而这两个品牌和它这个人 三位一体结合起来 有了今天的奥迪 A8L hosh创始人版 还有一些要提到的 因为它在二战结束之后呢 这个品牌就消失不用了 受这个战争的影响 使它的停止了 hosh这个品牌呢 在二战之前 是整个欧洲最主流的 高档轿车品牌之一 它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 曾经是德国市场上 销量最大的高档品牌 而且被人们认为是 比戴姆勒和奔驰 都要更先进的一个品牌 就是因为霍西 创办霍西这个品牌的时候 它有一个志向 就是说我要打造 最高档的最好的轿车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一直就是非常锐意的 去使用一些新科技 霍西这个品牌呢 它是领先推出了 轴传动的轿车子 而且它呢 是更早的去积极的采用 四缸发动机的车 然后最后呢 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 霍西是第一个批量制造 八缸发动机汽车的高档品牌 那时候它用的是直列八缸发动机 正因如此 使霍西这个品牌 在二战之前 一直是德国市场上 称王称霸的这样一个高端品牌 它曾经实现了德国市场上 高档品牌的年度销量的第一名 而霍西本人呢 在霍西品牌创立的初期呢 很热衷于通过赛车 来体验它的车的优势 它自己驾驶 它自己创造出来的汽车 取得过车赛的胜利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 确实挺厉害的 因为卡尔奔驰和 哥特利布戴姆勒本人 都没有驾驶过自己的车 去赛车场上 去获得竞赛的胜利 都是找别人开车去胜的 而霍西自己开着自己的车去获胜 他显然不是个赛车手 那你从这点上角度上讲 可以看得出来 霍西这个车型 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 霍西品牌的产品呢 曾经获得过 汽车品牌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那这个时候 都是它的辉煌的历史 非常这个值得称道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 为什么到现在 我们都不清楚呢 就是因为 在二战结束之后 霍西品牌不再生产产品了 逐渐的从人们的记忆当中淡忘了 可是它其实存在在 这个市场上的时间 以及它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力 那要远远的要大于 麦巴克这个品牌 只不过呢 如果你要让它再次复兴 同样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想呢 A8L霍西创始人版是一个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Horsh这个品牌 它意味着汽车工业当中的贵族 它实际上是把贵族的族徽贴到了 它后代的车型上 标明它的身份Horsh 它就是汽车里的一个贵族 因为它是早年在汽车工业当中 创立了工业的一个品牌 尽管它中间停止生产了很长时间 但是当你把它重新拿出来的时候 它的贵族的身份仍然是被人们广泛承认的 Horsh这品牌和奥迪结合在一起 并不是发生在今天 在这个四个环当中就有它本身的存在 这四个环是四个汽车品牌 Horsh品牌 奥迪品牌 DKW品牌 还有一个叫汪德尔品牌 这些品牌结合在一起才是这四个环 那它的故事就是汽车联盟 也是在二战之前成立的 汽车联盟它有一个很辉煌的业绩 就是在赛车场上 在F1比赛的前身叫格兰批制 大奖赛上曾经叱咤风云 它曾经和梅塞德斯奔驰 并称为德国的银剑赛车队 所以在这一点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竞赛这个领域 在体现性能优越性这个领域 其实一直都是霍西奥迪 从创立开始传承到今天的一个血土 所以我觉得这就更合着贵族的说法 奥迪和霍西 他们就是在赛车场上去竞赛 去竞争取得胜利 在生意场上 在汽车工业的竞争场上 去取得胜利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贵族血脉的传承 专属于霍西创始人版的特征 主要就是它的中网电镀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古代城堡的窗户上面的铁的防护栏 你也可以看 它就是很像是武士战斗的时候所使用的铠甲 在这款车型上 中网的设计会增加了很多的厚度 在这个中网上核心部分都出现了这种圆弧状的带有体积感的 整个这个质感就大幅度提升了 并且让你感觉到一种更古典的风格 当然了 更古典的风格也就暗合上所谓的贵族的内涵 130万像素的矩阵式LD大灯 灯的技术 只要A8系列的车型达到了高配 都可以享受得到 这个技术我觉得有一点值得说的就是在非常黑暗的区域里边行驶的时候 它能够在车道线上用灯光给你标明一个灯光的隧道 这条隧道其实是告诉你 在这个车道上行驶它最居中的一个位置 预先的一个引领 这种技术就是汽车大灯智能化和照明的能力的发展开拓出来的新的功能 在侧面来说给你展现贵族徽章的地方 在椰子板上的自标 在轮骨盖它的标志 以及后车门的窗角处的破隙的标志 这标志它是从它原来那标志上演化过来的 之前的后系的logo是很具象的一个logo 它的下半部分这个H的部分 它很像是一个罗马式的建筑 上半部分这个东西是一个皇冠 而且皇冠的造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美术字Hors 那现在它把它抽象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这个H是Hors的英文的字头 它上面把它抽象成了有点像城墙的城朵的造型 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 仍然和过去那个造型很接近 很吻合 既像是一个带着王冠的一个头像的感觉 它又像是一个国际象棋当中的城堡的感觉 除此之外主要是看到它的长度 在A8L的基础之上增加了13厘米后排空间 你将获得一个头等舱一样的座椅 以及大量豪华的装备 当然在A8L的Hors的创始人版上 主要的还不是要宣扬Hors性能那种优越性 我觉得那个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准备 现在主要是给它增加贵族的这种豪华享受的气氛 那这就主要呈现在它的后排空间上和一些装饰上 比方说精美的电镀的后视镜 而看起来最有高级感的那当然就是轮圈 这个车型你看它加长了13厘米之后啊 没有一种特殊额外加长了的那种不和谐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车轮足够大 那这个轮圈有多大呢 是20英寸的 20英寸的轮圈上面配的是40的宽高比的轮胎 而它的样式呢 实际上是在向第一代的奥迪A8致敬 那现在它有一些变化 比方说它在孔之间开了这个槽 以及呢它整个这个表面呢 是向内凹 然后形成一种放射状 让你感觉呢张力非常强 车尾的霍锡的专属元素呢 除了这自标之外啊 是在车尾下部的装饰上 那一般的A8呢 外边这一圈是电镀条 在霍锡版本上呢 中间箱的这一条也是电镀的 新式的尾灯呢 它把这个电镀条的装饰和尾灯啊 互相啊嵌套在一起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尾灯的变化 就是当你采用了不同的驾驶模式的时候 它尾灯在亮起来的时候 它的形式会发生小小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一点 是它这种安全性 就是当它停在那的时候 车身上有这种雷达监测 它是和尾灯联动的 当有一辆车开过来接近它的车尾部 到两米范围之内的时候 它这个尾灯会向后车的驾驶者 发出信号提示它 注意安全 获悉创始人版的奥迪A8L 其它的一切的技术都可以和中期改款的A8来共享 但是唯一专属于它的东西 就是后排座 那在这个专属的后排座当中 它的核心当然就是右后座 坐进来之后 首先给你的感觉就是 它是非常地道的奥迪风 然后在上面增加专属的豪华的功能 让你去使用 也有一些表达获悉创始人版身份的东西 一个是它的门槛上 有一个亮起来的获悉标志的灯 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央服务手上 有获悉的字样 其他的看起来都是奥迪的风格 只不过就是会让你感觉 里边蕴含着很专属的强大的舒适豪华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先感受就是 13厘米的额外的加长 门上来调节一个一键式的行椅的乘坐姿势 它不是在椅子的下边给你弄一个腿拖出来 而是它直接在前座椅的靠背上 可以呈现一个长的搁脚板 那么这样我的脚就可以放在上去 其实这个还不是它最远的一个距离 这个是我按照我的身体来调整 你还可以用中控上面的调节的按钮 用物理按键来调节 也可以在屏幕上用触控的按钮来调节 如果你是一个身高差不多在两米高的人 你都完全没问题 坐在这个躺椅上 而且下面的腿拖还可以调节角度 它这个足底按摩的功能 按摩和加热是分开的 按摩的时候 你得先把按摩功能打开 选择前座 它有按摩的手法 有波浪和循环两种 另外它的强度有三档 它会适配你的脚的尺寸大中小号 它能够给身高两米的人都提供 完整的服务就在这 你是一个身材很高大的人坐在这 照样你可以享受到整体的按摩 坐椅加热是单独去调节的 在坐椅加热模式当中 有坐垫加热 以及前座靠背的加热 也同样是有三档进行调节 中间的扶手在加热 右侧的扶手 肘部也在加热 身体和车身接触的地方 都获得了一个特别温暖舒适的服务 在这个座椅上 它里面还是有一些 额外的豪华舒适装置 后座椅缓冲垫 比前面加厚了一倍 所以你坐在后座上会非常的舒服 对于手臂的背部的支撑 我觉得也特别到位 它不会让你觉得往前顶着 也不会让你觉得缺乏承托 除此之外呢 座椅它还是有着气垫的支撑调节 它这气垫的支撑调节呢 也比前座更舒服 前座有16组气囊 后座有18组气囊 但是它们都提供了八种按摩不同的手法 而它这种强大的功能 给你的感受不是在一个奢华的移动宫殿里 而是在一个装备齐全的非常高级的移动办公室里 它这个小桌板是很商务化的一个设计 无论在这是一个iPad 还是一个电脑都非常的方便 同时呢 如果我想娱乐的话 前面的屏幕就可以给我提供娱乐 那前面这个屏幕它是自动适应的 无论这个前座椅的靠背 你调节在一个什么角度 屏幕都会随后进行一个适配 让它始终以最佳的角度 面向后面的乘客 在这看电脑需要充电 手机无线充电 前面有背托 同时12伏的电源 还有220伏的电源 那在这种状态下 我一边工作 我还可以一边享受香槟冰箱在这 像这样的一种车型啊 它这个音响一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整个这个车它布置了23个扬声器 总功率达到了1920瓦 后座乘客的上方它就有4个扬声器 而且3D音响的研发呢 是跟那个数码音效的发明者 就是一家研究所叫Frauenhofer 专门为这辆车的3D音效定制了一套算法 追求的就是最极致的音响的聆听的体验 还有一个有关声音的 需要到现实场景当中体验的 就是隔音降噪 所有的玻璃都是加装的 封挡都是双层 把外界的噪音有效的进行隔绝 但是同时它还得营造一个自然的听觉的体验 它绝对不会让你感觉被封闭 主动降噪就必须存在 那这主动降噪用4个麦克风去收集外界环境 然后用5个低频扬声器去抵消这些环境造型 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期待了 希望到现实场景下去真正体验一下 它最终这些科技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如何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奥迪A8L 霍西创始人版的出现 实际上就是在A8的超豪华的版本上 打上了贵族的族徽 这个贵族是什么意思 其实贵族就是咱们人群当中创立了工业的人 这个工业不是咱们汽车工业的工业 而是功劳的工 创立了工业的这批人 他们就是贵族 因为咱们人是起自于群体动物 分成各种各样的群络 相互之间竞争 相互之间融合 最早期的创立了工业的那批人 他们就是人群当中的贵族 汽车工业里有没有贵族 有啊 就是在汽车这个产业创立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创立了工业的品牌 就是汽车里的贵族 霍西无疑就是这样的贵族 那人为什么要购买豪华的产品 他是希望用豪华的产品 来标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地位 像A8L家常版本的这么一个车型 很显然有着强大的功能 非常豪华的装备 特别舒适的 能够让你享用的这种体验 很显然足以标明一个人的财富地位 可是他的社会地位从何而来呢 我想当他的车身上出现了霍西这样的标志的时候 就是对这种社会地位的一种认可 因为人的社会地位必定来自于传统 来自于传承 来自于创立工业 A8L获悉创始人版 就是为此而生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邦 只为爱车的你